包含你看我们已经有连续七份民调 对不对 其实有所谓的赖清德困境 也有所谓的侯友宜困境 先讲赖清德困境 赖清德其实基本上我们看所有民调分析 绿营支持者该拿的他都拿完 都拿八成五以上 可是他对于年轻选票输给柯文者这部分 一直要努力来加强 所以我昨天看到赖清德推出了 所有时校学生补助2.5万学费这件事 我真的眼睛一亮 因为其实太久了 我们太久就是这十年以来 所有政治人物想到争取年轻票 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以柯文者作为模板 我去伴仇去搞怪跟年轻人混在一起 跳舞 年轻人的反骨舞 那不是可以拉年轻选票吗 我也觉得很纳闷 要劳舌 然后跳反骨舞跟酷炫 这其实坦白讲柯文者确实走出自己一条路 让年轻人觉得说 这是个很特殊的政治人物 可是其实因为我在国民党内 我就做青年工作 我一直觉得这种行为是弱智化年轻人 凭什么老年家都推牛肉 凭什么妇女就推牛肉 凭什么幼儿有牛肉 老人长照 仇洋敬老金 幼儿供托供幼 为什么年轻人没有牛肉 凭什么 所以这次赖金的其实开大门走大陆 我就推牛肉 我就是2.5万全台湾59.1万的学生 每年每学期补助2.5万 这东西对于私校学生很有感 我讲我很多同学 当时念实力学校说 一毕业就负债50万 一毕业负债50万 一个月大概还1万块左右 你还1万块的时候 你收入可能才2万8千块3万块 你还1万走 然后剩1万8 1万8你要8千块要租房子 你1万块是要干嘛 连吃喝都不够嘛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当然对于学生是很有感 那有趣的事情是 侯友宜竟然讲大傻臂 他脑袋坏掉是不是 他脑袋坏掉 我是侯友宜我就跟进嘛 我除了跟进之外 我连私立高中我都补贴 对不对 你又选不上你怕什么 这一看乱看 重点是这一句 所以下次可以乱看就对了 是不是 不是吧 我问你 民到99岁国家养 对啊 国家娇 民到99岁国家养 台湾北二话 你选不上你怕什么吗 明年不用交所得罪 对 我讲你们觉得 国家倒贴养 你们觉得很夸张是不是 不是啦 只是我会觉得 侯友宜的青年生撑 那到底是什么 不是 你们会觉得很夸张吗 有比全基隆送狗狗狗狗夸张吗 是也不会啊 国美党是有人喊出来的耶 喊上你也当选耶 当选又在赖帐嘛 没办法 你懂得就是 后遇怎么撒成这样 就是蔡正元就讲 后遇你在干什么东西啊 然后赵少康 我最后看赵少康记者会啊 赵少康记者会第一句就说 我如果当总统我一定推这个 这我先想到的 只是我没没有资格想到 没有资格到 这跟牌嘛 你怎么连跟牌都不会 而且坦白讲 这真的是一笔大预算吗 我算过 五十九点一万的 实力大学生会受惠 有每学期二点五万的补助 大概花多少钱 一百四十七亿 一百四十七亿 教育部的预算 年度预算二零二三年 是两千九百一十九亿 占他预算五%而已 台湾退税退六千亿 以此时此刻台湾的经济状况 这一百多亿 我坦白讲真的是毛毛鱼 可是你可以改变学生 一个世代的生活 什么叫一个世代 是他念大学四年的时候 不用担心受怕 不用打工打到昏天暗地 可以至少有个稳定的生活 这是四年 毕业后的五年 不用每一个月都 硬是几万出来去还款 那他们身上可以筹些钱 未来买房子预售屋 或是说这个预备机 也比较好快存到 但现在侯友宜就说 赖青他要打 你就搜集既往嘛 这是打翻触摊者说法 没有意思嘛 那你侯友宜政策是什么嘛 你去挑递赖青的没有意思 你侯友宜不是政治评论员 你是候选人 你要讲出你的政策是什么嘛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觉得整个看一下 当然对于赖青的在青年选战 一定是大家分 如果真的白蓝河的话 对国民党是很白烂 这真的是白烂 那回过头来 我刚刚我呼应一下 晃哥所讲的 朱立伦我认为说 他不会去换猴 而且他这次学聪明了 你们有换柱 我有那个朱的防线 这一次的这个决定 他有问过县市长 也有问过中 这个所有立委的参选人 对不对 大家都来投票的 之前是大家投票 他要把那个投票的结果 给那个郭台铭看 所以这次他学聪明了 不是我党主席 虽然你们授权给我党主席 我有负责征召之权 可是问题是大家一起来 县市长大家都决定 所以大家有邓英啊的意思 我们大家都认证 你们一个人都别人好 大家一起扛 所以等于说你们认为侯友宜 当时是侯友宜 是大家选出来的 不是只有我 所以我觉得这次朱立伦 是有备而来 那如果说要换的话 那如果说侯友宜到时候选烂 不是我的责任 是大家有责任 那回过头来 我认为说 昨天的那个盖洛普民调 赵朝康也是有备而来 他为什么敢讲说 这个蓝白盒 蓝白盒谁赠谁付都可以 因为他就拿民调数字告诉你 你拿那个细部的民调 他不是直接做了很多的组合吗 你只要是侯友宜是正的 他不管是搭配柯文哲 搭配卢秀燕 搭配郭台铭 他都是第三名 都是输的 那第二的组合只有郭台铭 郭台铭去搭配侯友宜 搭配柯文哲 他会跑到第二名 虽然都是输 都还是输给那个赖消费 但是事实上你看他昨天侯友宜 不管他自己个人是第三名 而且已经快要破底 换住防线 可是他只要 只要是这个郭台铭搭别人 都会第二名 那侯友宜不管是搭 你就算搭卢秀燕 大家现在认为最小母亲是卢秀燕 搭卢秀燕 你还是第三名 所以等于说这个民调已经事先 就已经开始告诉你一些讯息了 就认为说 事实上侯友宜只要是正的 都不会赢 那甚至呢 我认为说昨天这个 这个赵绍康 他还做了一个民调 唯一会赢的组合是猴柯配 就猴柯配会赢过赖消费 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个民调 还有一点缺失的地方 他只做猴柯 那他为什么不做柯猴呢 因为太明显了 不能做 可是如果对 我觉得他是唯一对猴友宜 释出善意 如果你做了柯猴 他的民调反而比猴柯还要高 这下子真的没交代 对不对 你这个真的 难怪大家会这样讲 那回过头来 你看包括就是说 这些小鸡就开始跳船了 罗志强游淑惠张思刚 这些人都开始跳船 这些人其实也不能怪他们 第一个他们都是台北市的立委 因为之前就是有这个黄珊珊 或者是有柯文哲的关系 那第二个 他们都是第一次挑战 都是第一次挑战立委的职位 那其实对他们来讲 我觉得过失还是在党中央 因为党中央 你看昨天他们那个发言是怎么讲的 他说原则上不行 就说你可不可以找柯站台 他说原则上不行 那如果你有原则上不行 那什么是例外 什么是原则上不行不应该 那每个人都是例外 就说通通都不行 党继处分就好了 哪有那么多什么要或不要 没来按去的 那你的原则是什么 那对我来讲的话 每个人都是例外 我也可以例外 或是他们刚刚讲说 我可以巧遇 巧遇多好巧遇 对不对 什么上香也可以巧遇 吃整个逛夜市 假扎你都可以巧遇 都还可以开直播 哪有那么多的这个例外 但小玉姐 我觉得昨天我的民调 很特别是 郭猴大于猴锅 那既然郭猴会大于猴锅的话 像刚晃哥讲的 照抗这份民调是不是有点点希望可以帮郭台铭 这边铺铺路呢 对 因为就像刚刚讲 就是你看他这个民调出来之后 陈玉珍马上开了第一枪 15%的这个房砖条款就应该换 然后那个林思敏也加码 说民调起不来就要暂缓提名 而且陈玉珍讲进去很有道理 他说现在如果你换猴的话 不是换 跟当时换住不一样 因为现在猴的话是七二三 还没有全待会 还没有正式征召他 所以他认为就是在七二三之前 你应该全部的再来征询一次 就代表说你应该是给郭台铭一个机会 那全部再征询一次 等于是挺郭派的 跟着赵少康的这个顺风车 就直接搭上车了 对啊 而且陈玉珍昨天还加码在爆料说 现在郭要选的意志非常的坚定 他要完这一局 但是我觉得啦 就是说现在对我们来讲 就是郭台铭现在有点像国民党的方唐靖 嘿嘿我要选 嘿嘿我不选 嘿嘿我要选 嘿嘿我不选 他上一秒说下 下一秒说不选 就大家不知道要在干什么 但是我认为说郭台铭 现在确实他心没有死啦 不然他不会说去演讲 还要请老师来一对一啊 教学啊 还找一个什么孩子啊 来打造 所以他还在训练他自己的口才 然后顺便还就做一些什么 今天不是还去苗栗吗 然后昨天还去南投 他的这个动作非常多 我认为啦 他就是说他不会独立专选 但是他现在在等那个患猴 掉到那个防住线以下的话 然后再取而代之 我觉得他企图心是非常明显 也就是这个人 我认为你做的 是什么 我认为你做的